我自己的体验呢 不论是它的机上餐食 然后或者是贵宾室的品质 然后还有就是 机组人员的服务的态度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 直接定下两个商务商给爸妈 然后四个小孩子经济舱 团结力量大 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 一样延续我们的 长逢航空的里程计划的介绍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 长逢航空的里程兑换表 然后还有你要怎么去累积里程 兑换里程 首先呢 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旁边这个表格 长逢航空的这个来回机票的兑换比例呢 就像我上面讲的 你要累积亚洲区的话呢 三万五千里 你就可以兑换日本 或者去泰国的来回经济舱机票 那如果你要搭的是 黄喜贵贯舱的部分 你可能要累积比较多一点 然后就是来到了五万里的里程 你才能够兑换亚洲区的来回机票 那如果你是跨洋洲的航线的话呢 经济舱呢 至少要十万里起跳 如果是商务舱 在欧洲就是十五万里 那如果是美洲的话呢 美西比较近一点是十五万里 美东更远一点 所以要十六万里 所以长逢航空的里程计划就这样子而已 讲完就这样很简单 所以你如果是单程兑换 就是里程数砍半 就是它的单程兑换比例标准 以这个诸多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表格来看的话呢 其实长逢跟华航 我们是觉得相对没有竞争力的 因为你光是来回的经济舱机票就得要三万五千里 但是ANA它只要一万七千里就可以兑换到了 对所以大家之前呢都是使用ANA的里程来换长逢或是ANA 那现在的话呢 因为疫情之后ANA其实也换不太到票了 所以大家反而又都回来 因为长逢的部分 它每一个航班都至少会释出两个商务舱机票 跟至少四个经济舱机票 所以大家是比较容易换得到票的 那现在问题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太多人使用长逢的里程 所以变成它的里程票也不好换了 因为通常都是秒杀 所以请你一定要就是及早规划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它所谓的外站票开发 基本上呢 你从台湾出发去日本好了 那来回票 那基本上你从台湾出发就是站内票 它就不是所谓的外站 那外站比如说你是从东南亚到东北亚 它就是所谓的外站 就是不同区域 所以如果你以前 以前早期有一个优惠就是 你如果是开这个亚洲区的外站票 可以有两个中庭点 那你就可以停在台湾 比如说从东南亚 比如说泰国到日本 那你中庭台湾是不是去城的部分 就是从泰国到台湾 然后从台湾到日本 那你如果回城的话呢 因为来回票的话 你就是要外站回去 所以是日本回去泰国 但你中间在中庭台湾 你是不是就变成有四段票 中庭的部分 你就是可以超过24小时 就变成你泰国玩一趟 日本玩一个来回 然后接下来呢 找一个时间 然后再去泰国 对 这就是它这个外站票的精神 不过呢 它在2023年 其实这些路都封起来了 以后都没有了 只有长城线 才可以让你用外站票的开发 可以有一个中庭跟一个转机 那现在的话呢 其实一般人要常常换快阳洲的机票 有点困难 所以这基本上呢 很大程度的就是 遏止了大家 就是在使用这个权益的部分 那如果你还想开亚洲区的外站票 开得出来吗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用的是 星空联盟的里程票兑换标准 也就是说长龙航空 它的这个来回票里面呢 有一段 只要是有其他友航的 比如说你有ANA的票一段在里面 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个 星空联盟的队外标准 那星空联盟的队外标准里面呢 它就有说 我们这个外站票的部分 还是可以享有两个中庭点 你就可以用长航空的里程来换 比如说从韩国 然后到台湾 中庭之后呢 然后再从台湾 比如说飞到泰国 然后回来之后呢 再回去韩国 那中间只要有一段 比如说你是用海亚航 或者是你从日本的话呢 就是用日本的这个NA来飞 你就符合这个星空联盟的开票标准 所以经济舱呢 一样五万里 你就可以开出这样子的票 那如果是商务舱会贵一点 好像是来到七万里的部分 所以你这个查一下表格 你就会知道说 它所需要的里程数 其实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可以开出四段商务舱 然后中停票的话 其实它也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你用的是长龙航空自己的里程兑换表 你一样可以做这个长城线跨扬州的这个兑换 然后一样也可以就是有一个中停跟一个转机 之前是两个中停 现在没有了 那它的开法也很简单 比如说以我这一次为例 我从曼谷然后到巴林会中停台湾的部分 那我的开法就是今年三月初的时候 然后我从曼谷飞到台湾 那中间停了三个月之后六月份 再从台湾飞到巴林 过了十天之后回来台湾 那接下来我就转机再去曼谷 所以就是一个中停 然后一个转机的部分 它就可以完美的开出票来 然后我就把它飞完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消耗里程的方式 因为15万里 你不是开出两张票 你开出来是四张商务场的几票 这也是很划算的做法 如果你想要在日常消费来累积长途航空的里程 到底要怎么做最好 除了联名卡以外呢 还有一个免年费的卡组 我也很推荐就是这个国泰宿保Cube卡 然后还有这个世界卡的部分 他们一起做combo 最高有9元1里 这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你先申办这张免年费的这张Cube卡 然后它在六大指定通路里面 都有2%到最高3.3%的回馈 这3.3%回馈怎么拿呢 很简单 请你放300万在国泰宿保的铺头里面 成为它的VIP客户之后呢 你就可以请李专邀请你申请这张世界卡 那持有这张世界卡呢 你就可以用比较好的兑换比例 来兑换这个小数点进去潮容里程 就是300点的小数点兑换1000里的潮容里程 那么你在它的三个指定通路 比如说乐想后去旅行的玩数位里面 就是有level 3 也就是有3.3%的小数点回馈 那么来兑换呢 相当于就是9元1里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猛了 如果以这个台日商务舱需要5万里来算的话呢 你只要刷多少 5万乘9 就是45万元 你就可以换这个商务舱的来回票 这个我觉得是蛮超级的 那当然我觉得你的梦想可以更远大一点 比如说你要跨扬州的商务舱 比如说台北到巴黎的来回商务舱机票 就需要15万里 那15万里乘9是多少呢 135万元 你只要在指定通路刷135万元 那么你就可以拿这个小数点来兑换朝容航空的里程 就可以兑换出台北到巴黎的商务舱来回票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超值的一件事情 第二张推荐的是这张HSBC的旅人无限卡 也是我目前的主力卡 它就是缴交8000块年费送你4趟机场接送 还有就是8次的环雅贵宾 除此之外国内18元一里海外10元一里 那它目前为止也是1比1来兑换进去长龙的里程 所以如果你要换长龙的这个商务舱 其实这两海边努力刷乖乖刷也可以拿到 第三推荐的就是长龙航空发行的联名卡 比如说以国泰四华的长龙航空极致无限卡来讲 你就是缴交2万块年费 然后手刷满了就可以拿到5万的长龙里程 除此之外国内就是20元一里海外就是10元一里 那海外10元一里每年可以刷个200万 超过就只剩20元一里 但是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补里程的方式 甚至它时不时就会推出这种所谓的升等券的活动 其实跟这个长白它所提供的升等券是一样的 长白的话它一样就缴交36800的年费 然后手刷一块钱 手刷一笔不限金额 它就送你6万长龙里程直接汇到你的户头 除此之外它就是国内海外就是25元累积一里 但是海外消费的部分就是再加码50% 算下来大概是16.7元累积一里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它目前的刷卡回馈 那这张卡片你只要首年刷120万 第二年它也会送你两张升等券 那你只要买豪金仓的这个经典或者是遵从等级的票 那么你就可以挂上这张升等券就可以升上去了 但是使用之前建议你还是打电话来客服 询问一下说是不是这个扳机还有升等的位置 如果有的话你再买 不然的话你就是再花你其他时间的飞机比较好 那现在美国运通跟长龙航空推的千账金卡 就金色这张卡片 它也有一个小小的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你办下来之后 只要刷31万 你就可以拿到5万分 就是5元一里的意思 它这个有一个限时活动的部分 能够让你额外的再多赚5万分 那它年费只要2500而已 其他的这个年费都很贵 像这个极致无线卡 它的年费是2万块钱 那这张长白 这假装它是长白 它的年费是36800 这都蛮贵的 但是长龙航空推的 它只要年费2500 你把它拿来用美国运通卡刷31万 你就可以累积到最高 大概是有6万里的里长 其实也是相对划算的 那活动直到12月31号 所以要上车的情理就是赶快上车 不然的话你就错过了 提醒你 这个联名信用卡 它的里程 都是当期账单结账之后 就是直接汇进去你的长龙里程数里面 所以它就直接倒数3年会过期 所以你要用里程联名卡可以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里程就要在告期之前 赶快把它使用完毕 不然的话 就是就眼睹的看到就慢慢过期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旅人卡 它就是可以在帐上放个3年 然后你再整批转进去长龙的里程 就可以在3年 所以最高就是有6年可以慢慢累积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使用HSBC旅人卡的原因 因为就是它的时间使用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挤脱 既然联名信用卡 它所给的权益 或者是它的里程的效期是比较短 为什么还是要用它呢 其实这两张卡片还有一个还不错的优点 就是如果你是从桃园出发 然后你买的是少物仓 或者你搭的是少物仓 搭配这两张卡片 你就可以进去The Garden贵宾室 那我还没有进去过 因为我目前没有这两张 我只有大白不是长白 那如果你持有的是极致无限卡 或者是长龙千丈百金卡的话呢 你只要换少物仓的机票 你就可以进去The Garden贵宾室 那一般人如果是里程换票的话 只能够进去The Infinity 那就是比较可惜一点 它没有热食 但是我觉得没差 其实也都很不错的 讲完了里程累积 那接下来要怎么去兑换机票呢 其实兑换机票的部分 我之前也有写过文章 教大家怎么兑换 这个流程其实也不困难 首先你可以在长龙航空的网页里面 去查询你要的时间点 到底有没有放机票的位置 如果确定有了 把它记下来之后再打电话给客服 请他帮你做这个票的选取跟开票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或者是你直接杀到这个台北他们的办事处 在长龙航空旁边那边 你也可以来进行兑换 这也是一个很快的方式 再来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请你要及早规划 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换360天以后的票了 所以如果你要抢明年的廉价 比如说双十廉价中秋廉价等等 你可能在一年前就要先把你的行程规划好 然后来进行抢票 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抢 如果用廉价出国的话 你可以少请好几天假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对不对 谁不想要廉价出国 所以它的开放时间十二点一到 马上就会被换掉 所以这个也是蛮痛苦的 就是有时候找不到票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在热门的时间点去冷门的地方 你还是换得到票 比如说我明年的双十廉价 我都带家人去北海道 其实就还是换得到 那我那时候有问客服说他有放多少位置 他说商务商两个经济舱八个 哇那这样子就很好换了 所以我一口气就是直接订下两个商务商给爸 然后四个小孩子经济舱 然后就全部换完了 所以对我来讲 超龙航空在冷门时段其实还是换得到票 然后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二个重点就是你帐上的里程跟你亲友给你的里程 其实不可以合并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帐上有一些灵性的里程 你想要把它用掉 那请你还是要办信用卡 然后把它就是从信用卡转进来 这个能够跟你自由的里程合并来使用 但是如果亲友给你的 你就不能够合并使用 那个就只能够一整组开跳出来 第三个重点 这个绿卡会员呢 一年只能够新增六个兑换名单 所以如果你本身亲友众多要做兑换的话呢 请你要把握 就是这六个名单是很宝贵的 如果超过就是要跟隔年 才能够再加进去 那除了每年可以新增六个名单之外呢 你每年也只能够兑换六个出去 也就是说你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不管你帐上有多少的名单 你只能够兑换六个人 第七个人就是换不出去 你就要等明年reset 或者是你只要是钻石卡的汇集 你一年就是可以有九个名单 可以汇给九个人 不然的话绿卡银卡金卡都是只有六个名额而已 第四个重点就是请你不要转售 大家在网络上面都讲说 我把长荣里程卖掉就好了 但事实上呢 这是官方条文明定禁止的 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做这件事情 说真的 我自己的里程都用不够了 我怎么可能还去卖别人呢 总结一下 这个长荣航空的里程呢 其实跟中华航空差不多 但我自己的体验呢 不论是他的机上餐食 然后或者是贵宾室的品质 然后还有就是机组人员的服务的态度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未来还是会持续的去兑换长荣的里程 兑换长荣的机票来飞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 就是一起来了解这个里程计划 然后如果觉得划算 觉得不错 其实你也可以一起去使用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缺点 就是升多周少 因为飞机就这些而已 但是呢 所有人都要换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就比较不容易换到机票 这也是他目前的隐忧跟缺点 对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想跟我一样 就是里程自由的话呢 我也建议你 就是办一张证卡 然后把这个付卡 就全部广发给家人 全家人一起来刷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容易 我一年就是十几二十万里 这样子一直进来 那这样子要换机票给家人出去玩 或是自己要出去玩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简单 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发挥这个团结力量大 全家人一起消费 一起累积 然后再一起出去玩 这其实也是蛮好的 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 然后你身边也有亲友 喜欢搭乘长游航空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两支系列影片 就是分享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一起来了解 这个长游航空的里程计划 然后还有会员制度 如果不错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认真的参加他们的活动 然后成为他们的VVIP会员 其实也是不错的 你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未来呢 我还会再整理更多精彩的内容 来提供给大家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